大家好 又來到101 白天九 大家好 又來到瓷間牛品酒101 大家見到這四瓶酒放在這裡這麼特別 為什麼這樣排發呢 我又給大家先猜一猜 這四瓶酒值多少錢 大家猜一下 原本我買的時候又值多少錢 你猜一猜 猜中的話 我相信一瓶後面的酒給你們 我們經常聽別人說 喝威自己是很威的 喝得威士忌的 其實都是消費得氣的人 因為一瓶威士忌 現在來說 閒閒地都過千 而我們很多時候 買一些威士忌回來的時候 如果你找得到那個供應 其實所值無幾 喝一瓶少一瓶 有真是升值的可能性 我開估了 這四瓶酒分別 我由這邊開始講起 這瓶酒就是 Macallon的子串系列 1700的系列 這瓶市價現在是 1萬1元左右 我曾經見過 最高的時候去到1萬6元 當然了 現在來說 經濟不好 便便便便便便喝 而去到這一瓶 輕井是12年 這一瓶是一個 叫做混酒桶 它拿過金獎 這瓶酒來說 曾經最高的時候 亦都是去到接近1萬6元的水平 現在來說 大概是1萬3 1萬2左右 這些水平是浮浮沉沉的 因為我猜到應該 這瓶酒應該越來越少 所以那個價值很穩定 不會怎麼動 而去到這一瓶 是14年 這瓶是原酒 它是沒有混的 是一個叫做單一桶 60度的烈酒 這瓶酒 在現在這個時間 是在做4萬多的 而最後一瓶 這一瓶 就是他們叫做 鯉魚系列 這瓶是藍鯉 鯉魚系列出四瓶 一瓶紅色 一瓶藍色 一瓶綠色 和一瓶淺灰色 這四瓶酒 單一瓶去看 都說4萬多 如果你有一套 買了四瓶回來的話 很值錢 為什麼會突然之間 有些酒這樣升的價值 主要就是因為供應的問題 我們經濟學 永遠都在說 公乳球 好大量的需求 好多人喜歡喝這個威士忌 因為威水 請人家威士忌 這瓶是很特別的 有些什麼品味 它的香味 又來自於什麼 又可能有些杏土味 普通東西喝不到 我請你喝一瓶 多少錢 一杯500元 正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需求 很多時候經濟好的時候 就會有這樣的需求 但問題是 經濟好的話 如果你供應夠多的話 它根本就不會升值 升值的 當然都是供應非常之有限 就說一下 這三瓶 就是一間叫做 輕井窄的蒸牛廠 90年代的時候 關閉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太過著重那些品質 用到最漂亮的材料 買的木桶是最漂亮的 所以釀出來的酒 就在威士忌界裡面 是一致有好評的 就是撿了一粒之後 那怎麼辦呢 它原本的木桶 是釀了酒的 全部是拍賣 賣光去全世界 分去不同地方 所以就是說 這間廠不再存在 它自然就會有一個 很高的升值潛力 那我剛才也問了大家 究竟它值多少錢 這幾支酒 那我又說給你聽 就是我最初買它的時候 又值多少錢 那這一支為例 就是一個子傳系列 我最初買的時候 是2000元左右 那如果你計算 現在大概是萬一元左右 它升值是5.5倍的 那至於這一支 這支輕井澤十二年的混桶酒 是拿了金獎的 我最初買1800元 那它也曾經去過萬六樓上 而現在13000元左右 那其實都是有六到八倍的升值 那至於另外這兩支 那個價都是1800元 那現在來說 我當它去到4萬元左右 那其實它們的升值的潛力 已經是升了20倍多些 那為什麼這麼幸運 買到這樣的酒呢 其實我最初的時候 我是有想過一件事 就是我知道 就是內地的消費群 很喜歡喝酒 找什麼酒來喝呢 就是找一些 S.O. Berrandi 那當時呢 如果你看回 有很多時候 就是內地那些高幹 來到香港 他們是會喝什麼呢 茅台少不免的了 一定喝的 茅台以外呢 他們最喜歡的 不是紅酒 紅酒是新一派的人 人家喜歡喝的 而已 而老一派的高幹 他們是喝什麼呢 S.O. 那在那時候 那我就萌生那個 投資的意念 我就是去找這些 的舊酒來買 那我買了一大批 那當時呢 買買一下 突然之間 有些S.O. 又有些威士忌 擺出來 好像差不多 兩個 那結果想想想 咦 來地的人喜歡喝 S.O. 那我結果呢 就把所有的錢 都買了 S.O. 只有買了十幾支 威士忌 結果當然知道 發生什麼事了 現在 S.O. 不升 價還跌回頭 我拿來自己喝 最後現在變了 但是呢 幾支的威士忌 就升得很厲害 如果我當時呢 將買S.O.的錢 全部買了威士忌 的話呢 我現在手樓上有的貨 值一千六百幾萬 理論上 就是我買回這些級數 當然 我當時來說 我買了幾支 反正都是 拿來買來試喝一下 如果不行的 買不去的 就拿來慢慢喝 結果呢 後面的 叫做 就真的拿來喝 幾支 就不捨得喝 越來越貴 究竟現在還有沒有升值的潛力呢 其實呢 剛才都說過一件事 就是 麥爾罕為貴 如果供應是沒有的了 你是沒有可能再找回一個廠 去做回相似 或者相同的事情的話 你基本上呢 大家來說 都不是很捨得喝的 就算你說捨得喝的 都是一兩支去跌的 剩下的 就只會被一些收藏家 是會收藏家 然後呢 就是等可能 譬如說日後呢 真的有需要拿來喝的 那時候才喝的 因為呢 現在來說 其實都不少的成功人士 我們因為都見過很多上司 公司的老闆 他們自己本身 有一個 是專門喝威士忌 他們很喜歡去的 那麼我們呢 都相信 現在來講 他們都是追求著一些 未試過的味道 尤其是呢 就是一些已經是 不再停產了 不再有生產的威士忌 很可能 那個的未來的 升月前來來說 都還有的 那麼 看回了 這幾年來講 那個經濟不是太好 那個威士忌價 就的確是跌了下來 那麼也都呢 因為這個原因 可能大家的炒風 就未必好像之前那麼癡結 那麼反而有機會去買到一些 是比較升月前力高 但是呢 之前的價錢 已經是出現了很高的高水 現在來說 有機會是便宜一點點買 很多時候 你出去外面買酒的時候 有些的酒商 好那些 可能當你朋友 他會介紹你買一些 是真的有升月前力的一些酒 但是也都有一些酒商 就為了什麼呢 賺快錢 就告訴你 我們現在來說呢 有一批這些酒 是特別版來的 特別版來的 你不買的話 你下次買不回來的 那麼這些反而呢 我會覺得 就是說 未必有很大的升月前力 因為呢 大家知道 它是一個特別版 而且是新酒 買了回來會怎樣 擺完它 等升值 各個這樣想的話 你永遠都不會升 所以如果大家是有興趣去做一些 威士忌的投資呢 不妨呢 就是留意一下 一個叫做市場上高 是對於一些威士忌的品評 還有呢 亦都是看回那個供應的 因為呢 如果一些是 就是屬於特別版的威士忌呢 那每一支酒呢 是有編號的 那這些編號呢 就會寫完它的桶 究竟有多少支酒做了出來 那你這支酒 是屬於這個桶的第幾支酒 那有這些資料的時候 你就大概會知道 哦 原來這個世界上 只有60多支而已 或者是100支左右 如果大家要追回這100支的話 就真真正正的價格 可以是升的潛力是非常之多了 賺到錢 或者是說 你找到好的威士忌呢 作為一個投資呢 就要靠你自己去做功課了 那酒之前呢 記得了 我們這個節目來講 就要靠你們去subscribe 去share 還有呢 也都最重要 要給like我們 那我們才可以走得更加遠的 那多謝各位先收睇 那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謝謝